HELLO 各位單車時代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飛哥 在我身邊這一台呢 就是大家笑賞許久 只恨自己沒有發大財 不然也要買一台 擺在客廳店長命的Piario Dogma F12 在2012年之後呢 整個黃髮賽系列幾乎都被Dogma這個系列給壟斷 因為從那個時候到今年為止 一共八年的時間 他們就拿了七個黃髮總冠軍 那在全新的Dogma F12推出以後呢 也不例外的又添了一個黃衫 而且是NGOBONAL以一個逆轉的姿態去搶下這個總冠軍 所以說Dogma F12確實是繼承了Piario它純正的一個競賽學童 但其實Dogma F10面世也不到三年的時間 如今Dogma F12想要以全新改款之資出來撼動市場 那麼有許有人就會問說 這兩台車距離的時間這麼短 F12的戰力真的有強大到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嗎 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會用以下幾個觀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造型的獨特性 相信這三年所有的新款公路車 只要把品牌拿掉只看車子剪影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這些車子長得都很像 就像孫生兄弟一樣不好分辨 畢竟在賽場這麼多人的驗證之後 相信這樣的造型會是一個最佳效率的設計 所以說很多車子長得都很像 這個實在是不難理解 只是像F12這麼樣身價的一台車 要是騎出去沒什麼亮點可以讓大家崇拜一下的話 你大概這筆錢也是花得蠻心不甘情不怨的 還好Pingarillo是來自義大利 只要關於漂亮的東西交給義大利人來設計 你十之八九都不用太擔心 有時候甚至會超乎你的想像 所以你只要看到前叉上管後叉的造型 你大概就不會把它錯認為其他車 而這不僅僅是Pingarillo為了樹立它獨樹一格的品位以外 同時也是Dogma F12這次改款的一個大重點 就是空氣力學的再進化 這一次Dogma F12的設計 多了很多有靈有角的部分 尤其是在迎風面的不管是把手頭管到前叉 它都做了很多心思去改良它的空氣效益 像下管、五通還有後叉 它都有去做一點點的修正 新一代的Dogma真的是為了空力而無所不用其極 根據原廠宣稱Dogma F12跟F10相比較的話 它可以降低約7.3%的空氣阻力 但如果你換上Most Tyron Ultra這次把手的話 你還可以再增加5%的空力效益 也就是說如果你以時速40在騎乘的話 你可以節省約8W的出力 不過剛剛提的那些數據呢 一定都是在風洞裡才做得出來的數據 我們一般人10-89應該騎不出這種感覺 所以等一下我要談的就是大家實際騎起來最有感的部分 就是剛性的再提升 說到剛性的再提升呢 其實因為Dogma F12在前三角實在太有個性了 所以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前半段 但其實關乎傳動的後三角呢 平衡這次花了非常多心思在處理這個部位 但就外觀來看就可以發現 在五通還有後下差的尺寸上 Dogma F12確實比F10粗壯許多 而實際騎乘起來呢 F12它的感受度確實是比F10更快 而且更明顯 那整個加速力道都比F10還要再更上一層樓 像Dogma F12這種狀位職業選手打造的純種賽車呢 它的力量回饋真的是非常的直接 你上車以後就只是想滴滴龍 然後有多少吹多少 可是很容易會把你後半段的腿力提早給消耗掉 這其實也都是拜它這台車的高剛性所示啊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點車比人搶的情形出現 大概就是在說這個樣子 在介紹完造型、空力還有剛性這些 我個人覺得Dogma F12改款後的優點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真心要入手這台車 你必須要考量的幾個特點 首先它很貴 不過自古以來 P16的頂級車款本來就不是什麼便宜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邊 coco也準備好的話 那請注意我們等一下真的就是重點中的重點了 如前所述 Dogma F12真的是具備非常優異的剛性表現 但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的話 可能真的是硬過頭兒 如果說4D王子Prince是輛超跑的話 那Dogma F12肯定是不折不扣的F1賽車 像Dogma F12這種純位速度而打造的機器 什麼舒適性啊這些東西 全部都不在它的考量之內 所以當你騎到Dogma F12這種 非常硬朗的掉掉這種車呢 你會覺得心情在駕駛的時候 或者是在攻破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愉悅 因為它可以給你一個很棒的回饋 可是一遇到坑洞啊 剪證條這些東西 它會一分不好的全部傳回到你的身體裡面來 所以這種專位職業車手所打造出來的車 如果騎乘的人沒有一定的智力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它非常的難以駕馭 接下來呢 其實是很多空力車也會有的特點 那Dogma F12透過全新的五通還有後下叉呢 提供了一個很棒的縱向剛性 也就是說你坐著騎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彩攤能量會非常忠實的傳遞回來 可是一旦你抽車的時候呢 會有一種比較不一樣的節奏感 那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坐著騎的那份感受 最後呢談一下煞車減速的部分 其實為了因應疊煞強大的制動你的Dogma F12 在硬力最大的地方 就是前叉跟後叉部分做得相當多的剛性 所以在入彎前重煞這種極度考驗 前叉勞度的項目上 我個人覺得Dogma F12處理得相當不錯 但也因為這個樣子呢 會導致說你所匹配的輪組 必須要有相當的實力 否則有時候會有一種 頭重腳輕的現象 會導致你可能在入彎時的轉向度 會有一些不足的現象 如果你是用圈煞版本的話 我覺得這現象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跌煞版本的話 那可能你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前輪的側向剛性 一定要跟Dogma F12 這支很硬的前叉相匹配 你才會得到一個最好的一個入彎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來同場加印一下 Pinorillo這次跟著Dogma F12 有推出一款全新的MOST座墊 那這座墊呢它從做工到底板都是碳纖維的材質 所以在重量上它非常的輕盈 而它上面這些泡棉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是相當的軟Q 再加上這個寬度是稍微再寬一點的 所以以我自己這種座骨比較寬的 坐在上面騎車是非常的舒適 好的到了影片的最後 我還是來總結一下我對Dogma F12的感覺 第一它尊絕不凡 你只要騎上這麼樣一台車 你就會覺得整個人帥上了20%以上 在路上很少人不會對你行注目 所以說在花錢買爽度這件事情上 我想Dogma F12真的是相當的稱職 那如果說性能呢 我相信這台剛拿下黃山的冠軍車 我應該也都沒在怕 你要剛性有剛性 要空力有空力 出來輸贏 你真的是不會漏氣的 只怕你自己腿力不夠而已 不過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點 Dogma F12它真的是為了職業賽事所打造 所以它的調性呢 你可能不是那麼熱血經濟派的人 會很難接受 不過沒辦法 畢竟它就是來自義大利 它的老爸叫做Pinario 它的名字叫做Dogma F12 而它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冠軍